潜艇发射于雷导弹时,艇内为什么不会进水?这里告诉你答案。 潜艇是一种能够进行水下运动的舰艇,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潜艇能够利用水层进行掩护或从水下发动突然袭击,是水下突击力量最重要的装备。 在二战以前,潜艇的作战方式比较单一,只能发射于雷,而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潜艇的作战功能和打击方式也越来越丰富。 现代化潜艇不仅可以发射鱼雷,还可以发射潜射反舰导弹,潜射弹到导弹等,特别是潜射反舰导弹的发展,让潜艇的作战能力得到质的飞跃。 在此之前潜艇要打击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等战舰,需要露出水面,而拥有潜射反舰导弹能力的潜艇在水下就可以攻击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生存能力得到巨大提升。 在水面航行的潜艇 潜艇 潜艇作为一种在水下运动并且进行作战的舰艇,在水下航行除了面临敌方反舰舰艇威胁以外,还会面临另一种敌人,它就是海水。 在水下航行的时候,潜艇的密封性一定要好,不然汹涌的海水会流入潜艇内舱,威胁艇内人员的安全,当水深达到一定的深度,水压也会大大增强,潜艇如果没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很容易被水压压垮。 海水由于是液体,潜艇有一丁点缝隙它都会慢慢渗入,后果会很严重的。 可是奇怪的是,潜艇在发射鱼雷或者牵着导弹的时候,潜艇明明打开了一个洞,可是潜艇的舱内为什么不会进水呢? 潜艇发射鱼雷的时候,鱼雷管打开状态。 目前潜艇的武器发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湿式发射方式,另一种是潜式发射方式。 所谓湿式发射方式就是让导弹或者鱼雷进没在海水里面,它的发射程序是这样的。 首先向发射舱灌满海水,等发射舱里面和外面的水压差相同之后,再点燃导弹或者鱼雷发射出去。 而潜式发射方式就是在导弹或者鱼雷,与发射舱盖之间设置一层特殊的硬质,易碎的材料。 导弹或者鱼雷点火之后,冲破那层特殊材料把导弹或者鱼雷发射出去,从而实现对目标的打击。 导弹或者鱼雷飞出去之后,海水又会把发射舱灌满。 潜艇发射前射反舰导弹。 不管是湿式发射方式还是潜式发射方式,等导弹或者鱼雷发射出去之后,海水都会通过发射舱流进去,不过事实证明海水并没有流进潜艇的内舱,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潜艇设计人员为了保证潜艇的严密的防水性,想到了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在潜艇的鱼雷或者导弹发射管之间设置两个舱盖,前舱盖就是鱼雷或者导弹的出口,而后舱盖与潜艇的内舱相连,两个舱盖设置有安全互锁机制,就是保证在一个舱门打开的时候,另一个舱门是处于关闭状态的。 发射鱼雷或者导弹的时候,海水会涌入发射舱,但是由于后舱盖是关注的,海水只能停留在发射舱,无法进入到潜艇内舱。 潜艇发射鱼雷 当潜艇发射完鱼雷或者导弹之后,驾驶潜艇的人员可以通过液压或者手动的方式关闭发射舱的潜舱盖,而发射舱内的海水不能马上排出去。 因为鱼雷发射出去之后,潜艇会失去一定的重量,这个时候把发射舱内的海水排入鱼雷捕重水舱内,可以起到暂时平衡潜艇的作用。 而如果是导弹发射舱,发射导弹后灌入的海水就可以通过导弹补重水舱排出艇外。 所以说不管是发射鱼雷还是发射导弹,由于潜艇与雷管或者导弹发射井与潜艇的舱势是水密隔开的,海水是不会渗入到潜艇内部的。 。 。